打烊了 请明天再来吧 没想到你亲自来了 仗托得在旧总有结清的那一天 我没想到的是你命真大 竟然活到了现在 像你这种叛徒 还苟且活在这个世上 我当然不应该早死 这么说你是为了 报二十五年的旧仇 才活到了现在对吗 说实话 也要没有受过任何训练的 桑尼来对付我 出乎我的意料 是不是可以说 这是你从事特工以来 干的最为高明的一件事情呢 不为过吧 要不是我的腿瘸了 我才不会用桑尼和那帮 乳羞未干的小子 利用无知青年的爱国热情 以为国出奸为名 替自己公报私仇 让那些年轻的生命 无辜的死去 比起当年你更加的卑鄙无耻 吴博伟 你投靠汪精卫 甘愿做日本人的走口 你是个十恶不赦的大汉奸 你的所作所为和我比起来 恐怕是用卑鄙无耻 都不足以形容吧 那是国民党不知道真气人才 我不懂打仗 但我懂经济 你老兄为国民党 卖了大半辈子的命 到今天 只不过还是一个 行走江湖怀才不育的 三流特攻 要不是败你所赐 我怎么会落到 今天这种境地 吴博伟 我们都是恩国首印 宣誓效忠孙中山先生 陈其美是孙先生的 左膀右臂 你出卖他 就是背叛孙先生 你做出这样 背信其一的事情 好啊 看来你对二十五年前的事情 仍然念念不忘 那咱们就说说清楚 到底是我背叛了你们 还是你们对不起我 不错 我是出卖了陈其美 但我没有做过一件 对不起兄弟的事情 你们心思稳 我们兄弟三个在一起 我有背叛过你们了 倒是你们 你们要做大义灭亲的英雄 要做铁面无私的智制 是你们把我给供了出去 如果你们不说有谁知道 我们三个仍然在一起做好秀 可是事情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全是你逼的我 你疯了 我是疯了 是你把我逼疯的 你以为你我的手是干净的 再说说你我之间的事情 我以为你早死了 所以我没有去找你 可是你呢 为了要报仇 先是让丧你来参与暗杀 接着挑拨我和吴飞的父子关系 是你想把我置于死地 你一而再再而三地比我 吴伯伟 我这一辈子最大的愿望 就是亲手杀了你 那就不要怪我不念旧情了 你是不是还没关系 我愿意 我是我 你是不是 我愿意 你这么想 有些人 我愿意 我愿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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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走 快快 快快 快 有个人 不用我放下枪 我损了 把枪放去 我损了隐蔽 站住 lovaları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